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想必这样的比赛对你们来讲是非常常见的 觉得紧张吗现在 现在不紧张 现在只是很撑 很撑 可能已经紧张过完了 然后就变得生有点问题了 所以你觉得入围的概率有多少 51% 51%吧 比一半多一点还蛮保守的 中国好声音 看完了好声音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期的对话优雅 这次对话优雅的嘉宾呢 也算是选秀界的超级无敌的大前辈 她就是超女之称的周比昌同学 想当初05年的时候 周比昌可是嘉宾最爱的一位超女 现在呢她已经晋升为哥霸迪的人物了 赶紧看一下这一期对话优雅的精彩内容 觉得很难访的艺人 我是其中之一 她是最亲民的艺人 对 对啊 对啊 嗯 其实还好啦 我好像在卡掉我 天后周比昌自爆成长经历 会有些自闭 不太有沟通 都是自己玩 造型团队遇上大麻烦 真的是非常非常讨厌化妆 不会让别人碰我头 不要再啰嗦了 时尚达人预测流行趋势 有点像秋衣 明年春夏流行这一类 工作室老板大吞苦水 被逼的 尽量坚持 我是负责设计部分的 大家要看后期的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 对话优雅正在播出 好啦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环球 抢先看明天同一时间 嘉宾继续跟你 不先不给看 不先看